當時已經說 東方開始冒起 你那個天天雖然都不低 但相對你們 你們是站得很穩 那理由在哪裏 還有有什麽變革募呢 你進去之後 全部他一直站在香港小市民的立場 他一直都是 不論是富汗好 做新聞好 都是配襯的 很和諧的 很統一的 而且很精簡是你們的新聞 很精簡的 但是後來衝 後來被新出的報紙衝 衝 雞拿圖 雞拿題 他又要跟上一份 為什麽呢 近來有一個非常不好的趨勢 是 很不同的 跟你們那時候 你做的事 跟舊時 先一脫那些 完全兩樣 我們要 第一要 道德措手 一定是要 站在第一位 是嗎 然後 跟著在內容那裏 整個字字 盡時盡美 也都是有根有據 不可以亂講 我記得 二十幾年前 中大我去跟那些同學 都 大家最會講過 那些人問我 我就說 投身這個報紙 一定要問自己 愛心 夠不夠 不夠的時候 天下間 很多發財捷徑 炒樓 炒股 都是 中南哲敬 都是發財的 我說 何必要做這些 投身的報紙 我說 既然投身 你要有一個 社會責任在這裏 有一個使命感 以前我下過標題 我就想這條標題 就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不是啊 捐錢 那些人 拿7元 即是 救災的成 就是 一下過標題 下得重些 或者潤些的時候 那些人捐錢 就是 慢慢地捐來的 那《成報》 我印象中 據成功印 這個分類廣告很厲害 在五零年代開始 已經是 他先走一步 對 他轉回一輪 一輪就是聘人廣告 照聘人廣告 然後就是 車也有的 另一種就是 汽車那些 那些 他那些廣告 直接是 排到來的 當時收多少錢 一個廣告呢 那些人說 他一開機就要印銀錢 那些超廣告 多到 其實那些超廣告 都是內容來的 買過又要買回來 好 好 好 買過又要 即是成報的日子 那時候 都是資料來的 廣告這些行 我一樣都沒有關心 人工方面 工資方面 一般員工的工資 就是曾經事 曾經事 何以見得呢 因為 當時 七年代中期 那些 布王走下波 做到那些頭條 用狗馬 即是 簡直是 不是報紙 曾經事 就有一些 牛皮 掛這些全部垃圾 他說我現在要扮 扮的報紙 但是當時的聲報 無論中文 英文 都是Tabloid 就是小開的新聞紙 不是大開的 當時有個印象 小開的報紙 都是有些煽情 爬睡 偵查採訪那些 其實中文聲報 做了很多這些故事 特別是貪腐的故事 都不少 像煙格 賭檔 特別是馬坑那些 全部都在中文聲報 英文聲報出街 那後來曾經事 就大改革 就是 整些鐵馬隊 高薪請那些騙採人士 那是七零年代中期 開始了 就是將整個新聞工作從業員 都受到它的影響 受到它的恩惠 我明白 但是最終中文聲報都不行 要買給菠仙 它不做什麼的事 但是它刮起陣風 東方跟著又來 東方也有功勞 在這方面 東方也有功勞 在這方面 所以將那些工資 撤起來 重視那些新聞 才可以聚財 我同意的 真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現在你說回頭 只有兩份帶起了 但是其他報紙都未必去到 好像同一時間 你跟著走下坡的 好像新報 甚至天天 甚至快報 都不是那麼理想 包括星島 都華僑 華僑特別 不加工 你都看到 阿岑先生的作風 所以那些報紙又不同了 變得走了兩極 但是起碼 中文聲報和東方 因為重視那些港品的時候 將那些風氣拉回頭 將那些大氣候改變了 如果你外面有人坐的時候 你遲早是被人拔掉 你還是要找到 是